Leo聊四季 今天就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波蘭人對上羅馬人 最少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蒂夫 先來介紹一下 藍方選擇的文明是 波蘭人 那波蘭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大莊園 只要在旁邊立即撒下農田 就可以獲得8%的食物 這個效果讓波蘭成尾 這個肉類或許肉量最多的文明 但是不管在前中後期 就有這個很好的經濟加成 那波蘭人的後期呢 主要是打這個大洛馬 還有重裝騎士 還有戰錘兵強弩鬼祖的文明 那波蘭比較可惜的東西 是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三級的馬鎧 還有這個三級的工兵鎧甲 除此之外 波蘭人大部分該有的都有 甚至連這個大衝撤也有 火炮也有 所以波蘭人來說 不是一個泰魯的文明 而且他的聰明特性呢 是會自動回血的 所以他拿來打塔弓 也是特別適合 那塔弓的部分呢 挖石頭還會慢慢產生黃金 所以波蘭人 算是對我來說 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畢竟他的工兵也有拇指環 工兵線也很OK 接下來介紹一下羅馬人 羅馬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每點一級 步兵鎧甲的時候呢 都會變成兩倍 點一級防就等於 雙防加二 點二防等於雙防加四 非常厲害 那羅馬人呢 他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修理建造 還有採集支援的速度 各加5% 所以羅馬人的後期經濟 其實也是不錯的 前期的話感覺不太出來 但後期就會很好 那羅馬人後期主要是打這個 這個百夫長 還有這個軍團兵 作為主力 騎兵跟步兵 作為主力的作戰策略 那一樣可以使用奴炮 他的奴炮也是有 市面造價最便宜的奴炮文明 那奴炮只要30黃金 而且他的重型奴炮 還可以吃到這個彈道血 而且不限制自己的奴炮 最小測成距離 可以說是把奴炮 當成工兵用的文明 也沒問題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地圖 我們先看到羅馬人的地圖下方有石頭 上方有黃金 右邊有果子 前期的部分應該是比較舒服一點 這個果子在後面 但中後期的這個黃金 在前方就會比較難為一點 這個防守來說會需要更多成本 後面的部分可以考慮直接圍到底 直接圍圍圍圍到底 或這邊直接圍下來圍一下 圍圍到底 野心 不管怎麼圍 這個圍都是需要一些資源 前期的話還是不建議圍太大 小圍一點會更好一點 所以甚至可以考慮這樣子圍 直接圍圍圍 把後面這裡圍圍起來 稍微圍小一點就行 那前面的黃金部分 可能要投資一根箭塔 或是要開城堂中心 或城堡在前方 會守得更好一點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波蘭這邊 波蘭這邊的話是黃金也在前方 果子在偏右邊一點 那這個位置其實也是有點尷尬 有點偏外側 如果他果子在這個內側裡面的話 就完美了 那波蘭的大莊園呢 就可以第一時間去灑農田 那通常這個大莊園 第一個果子插在外面的情況下 大莊園是可能去旁邊灑農田 因為你有可能去灑農田 會造成你可能被對方壓制 造成你這個灑農田 沒有辦法正常的運營 或是要撤退之類的時候 就會很虧 所以會比較建議 你真的要撒農田的時候 如果你的果子真的太偏外吃 可以直接在家裡附近 補一個大棕園 直接把農田撒在城鎮中心附近 會更安全一些 這是比較建議的方法 那波蘭這邊是選擇了一個 經濟型打法 十九批上封箭實彈 然後這邊是點下一農一木 OK 那羅馬人這邊是選擇了偏 也是偏農 但他這個P數好像也是正常 也是十九批左右的樣子 那旁邊是一個鏡像開局 那波蘭這邊是決定要打肉馬 那這邊打肉馬的話 肉馬可能會很難按 除非他這邊就要趕快灑農田 一有六十目就去灑 一有六十目就去灑 這樣肉馬就不會斷了 OK 哇這個波蘭人管得還不錯 他的細節都有做到 波蘭的前期細節做得很好 好那來看一下羅馬這邊的肉馬公式 直接兩隻肉馬開打 後面兩隻槍兵過來防守一下 好這個就是 果子喔偏外側的一個缺點 很容易被干擾到 那為什麼波蘭他可以那麼早下農田 是因為他根本沒有圍家 應該很明顯 他就圍後面而已 所以他的木頭是足夠多的 讓他可以在前期去灑農田 那如果在圍家的情況下 要去出肉馬 其實對波蘭來說 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那波蘭這邊的想法 就是單純的去灑農田 然後按更多的槍兵 去防守肉馬的問題 那這樣子的話 前期即使果子位置在差 也不用太擔心了 但是這個槍兵 就是要控的好 盡量不要讓對方有機可乘 那自己出的肉馬 盡可能去對方家裡 那如果對方來追的話 槍兵就拉個幾隻過來 一起血防 那這樣是會更好 對波蘭來說是一個更好的選項 那這個前期 波蘭真的是打得蠻好 我覺得是有別餘 一般的開局方式 那黃金也沒有先挖 那這個也是細節 稍微講一下為什麼是細節 因為這裡不挖黃金的話 可以產出更多肉跟木頭 然後賞農田會速度再更快一點 或更多的村民 可以去有這個空檔 產出這個肉馬 跟槍兵進行反制 好 這邊羅馬跟波蘭直接互打一波 損失了一隻肉馬 肉馬雖然來到只剩四隻 但波蘭這邊有五隻 直接回頭開打 打槍兵了一下 直接拉掉 決定沒有要繼續打 但羅馬這邊決定是要轉了 步兵的傷害 這個一級攻 近戰攻擊力 點這個肉馬也會增加攻擊力 那這邊點一攻的好處呢 是可以讓槍兵傷害在獨家一攻 槍兵互打的時候也會更有利一些 這個算是封建強軍士的打法 這邊看一下會不會再繼續打呢 不然這邊決定要先點品種 把這100塊黃金用到價值最大 這個馬就基本上沒有在發呆 一直有在做事 那這邊可能要再補一些槍兵喔 這邊一攻已經補好了 槍兵家裡是有少量數量在防守 OK 直接使用這隻槍兵 兩邊封建實彈都打得還蠻不錯的 博瑪這邊給的壓力也給的不錯 這邊是選擇一個小圍 往右圍圍到底 他這邊應該是可以直接圍到底 他應該可能沒有看到 就是害怕對方波蘭已經從後面進來了 好 看到這邊的細圍操作 波瑪拉一隻槍兵想要來救 波蘭直接撞了城鎮中心 吃了一些箭矢傷害 我們繼續拉掉 上方的大中原 已經撒了兩個大中原 這邊回頭看一下 這邊的回頭 波蘭等到一攻好 回頭打一下 想要趁對方沒有點品種的時候互打 但是槍兵過來之後還是要選擇撤退喔 所以他剛剛沒有一直按槍兵的話 就有一點可行 如果他有按槍兵的話 這邊就可以不用撤喔 甚至可以稍微互打 回壓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波蘭可能考慮到 如果自己出槍兵出太多 對方洛瑪可能直接來這邊亂竄 後來他的壓力也是有點大 所以不如就把自己的洛瑪放在家裡附近 進行互相傷害 好 那看起來 羅馬要準備升城堡賽了 波蘭這邊也準備要點下 好 那我們先稍微快進一下 那這邊肉馬也可以不用斷 或是這邊先趕快補個一級馬凱 也可以的 好 那這邊補了三個大裝園 其實補的數量特別多 那通常他這個經濟配置 只有五吋的情況下 只會打這個輕騎兵 或是轉這個縱裝長槍兵的一個路線 那這邊轉中裝長槍兵的路線 不太推薦 因為對方是羅馬人 他可以轉出長劍兵 跟你打二防的步兵 會非常劣勢 所以這邊 波蘭可以繼續把這個肉馬升上去 然後趕快撿下二防 繼續騷擾 那這邊覺得 直接轉出射箭場 OK 也可以 然後轉時間場的話 黃金要再多補一點 好 這邊果然生了縱裝長槍兵 羅馬人知道波蘭的烈士 那裡的羅馬也是互打一波 但是變成縱裝長槍兵的關係 斗莉完全打不贏 先看一下斗莉的操作 斗莉想要追騎士 但騎士在遛狗 遛這些斗莉遛得非常開心 OK 直接往後收掉 做了一個工兵鎧甲 轉出了馬功 哎喲 波蘭馬功 其實也OK的 該有的都有 好 這邊 重裝長槍兵沒有空的意思了 波蘭的馬功路線 帝王時代會比較弱一些 因為沒有安息人戰術的關係 所以打這個重裝長槍兵 傷害並不會特別明顯 但他有母子環的加成 所以也不會縮到太弱 算是堪用 不會到非常難用 好 但現在黃金被控的關係 這個馬功 非常難產 有機會戳到馬嗎 有戳到一下 再一下拆一下 有點可惜 好 羅馬這邊是轉出了3TC 不然這邊TC稍微看慢一點 後面補了一個市集 這邊可以開一個城鎮中心的 順便挖黃金 尷尬了 他把這個 這裡補一個市集 不然就是把城鎮中心補在這個位置 待會五個人挖石頭 五個人挖石頭 然後這邊出來的村民繼續挖 先挖出一棟城堡 把城堡補在前方的這個位置 OK 先控住石頭 這裡補一下一級挖石 兩邊打的算偏濃 並沒有在大爆 大開戰的部分 先稍微快進一下 這邊一樣小打小打 羅馬想回去騷擾一下 這邊就是一個3TC不斷吞的重點 兩邊的TC delay算是非常的少 這個時間點1分鐘內 算是很厲害的一個進階了 一般玩家在這個時期 可能已經delay兩三分鐘 甚至可能連五分鐘都有 真的是一般玩家 那真的有在練的話 這個時間點可能delay個1到2分鐘 也算是可以接受的放 可能在1500或1800左右的分段來說 一兩分鐘算是可以允許的 畢竟他們這個分段來到這個時期 還是有可能會到一兩分鐘的 來看到羅馬這邊是點下一級的奇兵 波蘭這邊是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波蘭人本身打這個馬伯會偏難打一點 因為他本身的抗馬的單位並不多 因為他沒有駱駝也沒有級兵的升級 只有重裝長槍兵 所以可能要多多利用這個老頭的部分進行防守 波蘭這邊是走一個馬伯誣 投資車第一次直接出來打的是村民 但是沒有把村民打死後面直接把這個投資車給救了回來 其實上前硬戳戳了非常多的長槍兵的傷害 但長槍兵的時間把他打爆了 後面的奴炮也可以用投資車直接解掉也沒問題 這一波是羅馬的大敗退 哇靠這一波後面老頭直接在發呆 他發呆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為看到馬伯 覺得馬伯不太有針對 有可能去招翔就會全部送光 波蘭的馬伯策略壓制了羅馬 這邊前面壓寶給的壓力非常的OK 那波蘭這邊 這根寶蓋起來之後 就可以先撤退 去挖後面的石盒 繼續挖 挖出更多手去應對 只要控住他的主金 波蘭的目的就 就已經到達了 而且這邊還賺一個城鎮中心跟幾片田 完全不虧 這邊直接買賣 再買了一根城堡 想要控住左邊這個城鎮中心跟石頭 波蘭雙TC 強君是壓制 看起來還不錯 然後三個大中原 然後有提農田 他這裡有把農田取消 讓這些田 不會再繼續運轉 基本上是維持兩個大中原的肉量 去產出馬蜂 只要讓自己不斷村 可以產出少量的長槍兵 好 自殺的目的 波蘭這邊其實有個特殊打法 他這邊只要快速把這三個大中原全部撒滿農田 就可以直接速生地王 因為波蘭的大中原的肉量採集非常快 但這邊沒有想要打算要速生地王 反而是選擇了轉出戰錘兵 但羅馬人這邊村民的數量還是相當優勢 好 這邊抓到羽洞的村民 好 忽然這邊轉出了護衛技術 哇 把這些科技點一點 就要400肉了 但他這邊產戰錘就有點意義不明了 就不太懂他現在是要提防守 他可能是想要防對方的衝車 但其實有投石車的情況下 還有一些槍兵 應該是能防住的 但羅馬人完全沒有這個意圖 他在裡面有放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但產出來的東西是奴炮 想要去打馬功而已 好 這一波壓制 讓羅馬人村民開始有點下降了 但依舊還是領先波蘭這邊 4TC開農村民的產量 開始很快 這邊奴炮去反之 那這邊轉奴炮就很好了 現在奴炮 待會還可以去打 這個戰錘兵 好 投石車直接砸一發兩台奴炮 非常不賺 直接賺了快要151 喔沒有 這個不是150 3 60斤而已 唉唷 這樣就120了 賺 投石車再砸一下 OK 好 那這裡波蘭這邊交換的非常OK 波蘭這邊被迫轉了一些騎士 跟羅馬出來反騎 後面兩根城堡給羅馬人極大的壓力 後面戰隨兵繼續往後走 想要繼續插城堡 波蘭城堡推 太狠了 而且波蘭挖石頭 我們剛剛有提到會產生黃金喔 雖然黃金有點太爆量 他經濟有點失調 我是不太建議大家學他這一招 波蘭城堡寶推 可能打1500以下會很好用 用久了你就會發現自己是一個笑話 可能遇到越上面的人 越知道該怎麼防 沒有錯啦就是這樣子 你插我也插你 人形無功 互相插來插去 太可怕了 這個寶 連插三根 你插我三根 我插你一根 好 戰隨兵這邊有機會衝進去 而且家裡現在一台奴炮都沒有 好 後面奴炮過來 三台 換燒一下 好 突然點下了帝王子彈 好 這邊還是需要一些坦克兵種 會更好一點 騎士稍微出來坦一下 應該只能坦個戰死的 好 這邊騎士擋住 剩下戰隨兵退了出去 目前換成波蘭 家裡BBQ 好 你剛剛插我寶 現在換我插你寶 大家一起吃飽飽 那時候波蘭點一下地龍時代 地龍時代是哪個升級呢 上面這個 應該是能升級好 只剩50%了 那羅馬這邊大馬爆爆出了一堆騎士 怒砍了 突然這一波 突然這裡家裡完全沒有防備 直接被騎士衝爛 哇 往左走還會被陳寶色 往右走又被騎士砍 這一波 突然損失慘重 只剩下巴斯底村 臭屏落後約為死村 這裡你乾脆直接不管 你要砍我臭屏就砍吧 我就直接挖伐木給你看 好 這邊稍微圍一下 放住了騎士的去路 然後把臭屏放出來 開始去灑後命的農田 OK 這邊一個患家 直接在你家裡 撒起農田起來 OK 這邊戰隊兵一直有在按 哇 這邊打得有點極限 突然好像快崩了 羅馬這邊反而是 不受這些城堡的影響 就是爽爽開農 晃電的經濟也是爽爽的運作 雖然右邊的金被挖了 但他這邊也是反的 反江他義軍 控了他的祖金 還有兩個城鎮中心 還有大中原一個 好 但還好 之後後面這三個大中原 目前還沒事 這邊轉出的是百夫長 百夫長的話就有點厲害了 天生的傷害力就13點 跟一般騎士比起來 多了一個三攻 到了地龍時代 攻擊力再點下野戰軍 傷害會再更高一些 而且訓練速度再更快 所以羅馬人打百夫長這個策略 其實到了後期 是很強的一個兵種選擇 但是要到了地龍時代去打百夫長 投資的資源也是特別多 畢竟還要點一下金瑞 三攻三防 還有野戰軍這些科技 其實花費的資源量是蠻多的 所以比較常見的百夫長的玩法 是打這個軍團長 軍團長是冥冰心事上去的 花的防衛兵更少一些 好這邊鑽扯兵 鑽扯兵 鑽扯兵 鑽扯兵沒打一下都有破防效果 那部長的防衛力直接歸零 好後面有更多百夫長衝過來 波蘭人這邊要打馬的話 只能轉動裝長槍兵 地龍時代還在打渡裝長槍兵 真的是 天可憐 波蘭就是要自己轉一些重裝騎士 我轉烈克提克一場 通常打中黃金兵的時候 波蘭比較常見的方式都是槍兵 配重裝騎士 貴族特權 讓自己的騎士也只需要黃金 30塊而已 好戰球兵這邊開始打不贏 後面這邊城堡幫忙輸出 這邊好想要繼續用兵去守這個農田 後面還是有少量百夫長在亂砍 這邊繼續收村 再把村民放出來撒更多農田 忽然感覺快要撐不住 對面羅馬有點強 這裡沒有產巨型頭11偷拆城堡 羅馬這邊有防範喔 你看他產了一隻百夫長在前面喔 想要去偷拆巨頭 但是他一台巨頭都沒有 羅馬可能在下方想要用個奇蹟點 待會去針對巨型頭司機 但這個奇蹟點射得有夠爛 直接是在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後方的羅馬 這邊要繼續搬家 被抓包後面挖黃金 看起來波蘭這一波 戰錘兵是稍微扛住了 聰明也開始穩定起來 但兩邊聰明處差距還是蠻多 差距快要來到20村 這裡撒槍跟著大中原 可能會要回農一波了 先回打一下 把主精搶回來 大中原直接被長驅直入 這裡可能要補一根堡 會比較安全 但是波蘭已經把家裡的石頭都挖得差不多了 一定要去野外開挖才行 這裡到處不能被砍 但這塊石頭他好像沒有發現 他可能以為在對面 其實是在他的後面而已 下面這塊石頭也可以考慮去挖一下 你看 這裡百夫斬一直在前後騷擾當中 這邊羅馬直接斷村 狂出百夫斬不按村民 這有點神奇 這邊轉巨頭 先插你的採礦林地 好 這邊百夫斬想要拆巨型頭死機 有機會嗎 這一波還是讓百夫斬成功貼到了巨型頭死機 聰明大量直接開修 能夠修得回來嗎 血量剩一滴 哇 還是拆掉了 百夫斬最後還是得逞了 戰錘兵現在攻防還沒有提升上去 防務已經升滿了 單攻擊力精銳喔 都還沒有點 好 波蘭人這邊點下了增兵技術 看來是想要繼續量產喔 這個 戰錘兵了 那羅馬這邊點下了增兵技術 其實蠻奇怪喔 他可以選擇這邊產一個巨頭 開始慢慢偷彩喔 外圍城堡 因為現在 波蘭光是故家裡喔 就有點渾身乏術了 這邊再繼續打下去的話 羅馬人可能村民會落後 原本波蘭人是村民一直有在暗的 羅馬人這邊居然不暗村 木頭量還有4800 這個資源量 感覺是有點控兵控過頭 一直在控兵的關係 所以經濟上我們有到非常非常好 稍微差了一些 好 這裡補下了二攻 戰錘兵傷害終於有機會可以升上去了 好 這邊直接擋一下 我一個石牆 讓對方的百夫罩 沒有辦法正面靠近後方的巨型投襲 好 這部挑戰 百夫罩似乎打輸了 後方戰錘兵繼續往前補 在上方出現防守漏洞 要直接回頭砍一下 是不是形同時機喔 OK 直接拉西的部隊過來 三隻百夫罩輸出 拆掉 哇 差點被修回來 但最後戰錘兵還是很努力 解掉剩下的百夫罩 這一台巨頭血量剩四十幾 被拉了回來 應該是修起來了 OK 羅馬人這邊損失自己的所有的百夫罩 但是肉還有三千多 但是這時候 紅色羅馬打錯了 GG 哇 忽然這邊產出了87個戰錘兵 不能再多了 太多了 百夫罩產生67隻 那羅馬這邊的歐一式打法 讓我有點 不太確定他在想什麼 他這邊可能覺得 不能上到帝王時代 要繼續抱百夫罩 那他那個想法是能理解的 最近 他 欸 他 這邊應該是可以趕快去把這個 黃金挖一挖 或是靠買賣 上帝王時代 殘巨頭的 他是選擇把所有的肉量 還有黃金 放在百夫罩身上 其實他這邊是可以直接轉出肉馬 去騷擾 波瀾這邊就行 不要跟他打正面 他只要轉巨頭出來 你就稍微秀一下 稍微擋一下 然後就去用肉馬到處砍 讓他渾身罰術 讓他的主力部隊一離開 中間距離投石機 再用百夫罩去售也是OK的 那羅馬這邊的想法是比較單純 既然被包圍住了 那就要來攻擊對方 那他這個對應方式其實是正確的 並不是會太差 只是後面轉出太多百夫罩 讓他經濟有點扛不太住 這是一個比較致命的一個問題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問題 那經濟的話是由羅馬人 拿到了一萬八的支援勝率 支援贏這麼多 上帝用時代是完全沒問題的 大家可能覺得自己的分數 是稍微有點落後的 落後大概兩千分 以為輸很多 所以玩世紀帝國 你千萬不要覺得自己是落後的那一番 其實你有可能是領先的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不要看分數 去影響到自己的決策 跟戰術打法影響的問題 正常打的話都不會太差 羅馬很平面線 這把是沒有正常打 最後連臭名都沒有 就去按了 有點自暴自棄 想要全部all in一波 要all in的話也沒有去下馬 這一點就是做得不太好了 那破爛這邊的話是有1.23的KD 羅馬是0.81 那破爛的戰錘兵 扛的還算是蠻漂亮的 沒想到最後贏的是羅馬 是這個波蘭人 我一直想說波蘭這邊有可能會量掉 因為他的經濟一直在底線 很快就會扛不住了 隨時後面來個大馬帽 把這個全部資源消耗完 波蘭是隨時都可能會倒下的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到很熟 快 пока 這邊兩天 緊張 我們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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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紀錄